一朵朵色彩鮮豔的藍花 一束束五彩繽紛的玫瑰 每逢過年過節 家家戶戶就會買花 为家中增添过节的气氛 而今年耶旦节虽然买气回温 但是受到疫情和年节的影响 上游花农产量减少 也连带的影响到了花商的出货 要的量它没办法达成我们的数量 就给我们减 农民它会做一些产地种植的调节 它会把部分种植 盛湯的面积可能去做一些调配 去种植一些春节的话会 不仅耶旦宏相较于往年略减 近一两年边境不开 国内疫情爆发 也导致花市损失惨重 疫情的影响下 一些婚伤喜庆 还有一些活动都没有办法办 所以在对花的需求 鮮花的需求上面 差不多在七八成左右 如果在一个月大概四五十万左右 受疫情影响 以台北花市切花交易额来说 就减少了一亿五千万元 虽然近期疫情趋缓 买气回温 但缓缓相扣的花卉供应链 从花农减产到下游减少用花 显示出大环境对花卉的冲击之大 人间卫视陈明廷抽齐恩台北采访报道